麦上寸草不生 地面肉气腾腾 这里是中国新疆东部的土鲁番市火焰山 每天吸引约6000元 前来体验这处中国最热之地 今天来到了传说中的火焰山 体验到了我人生中的最高温 经过半山的温度是80度 非常的高 气温标破52度 刷新中国现有最高温记录 日前地表温度更是冲破80度 水倒在地面立刻蒸发 温度升至高到沙窩中能烤熟鸡蛋 热到西游记神话这样记载 不过其实火焰山会这么热 是因为身处内陆没有水气 再加上地形起伏大 奔风效应导致干燥炎热成为著名火炉 而里头美国这一处同样热到崩溃 我从来没有经过这种热的热 真的热 你能保持10分至50分 加州著名经典地球上最热地点之一的死亡 不过15号下午出现摄氏54度高温 不少游客前来拍照打卡 记录这个罕见景象 美国和中国双双飙破50度 随着全球暖化导致极端气温不断升高 各地高温警报恐怕愈发频繁 华氏新闻综合报道 嗨 我是庄宇杰 想要看到更多的新闻内容吗 赶快订阅华氏新闻的YouTube频道 并且开启小铃铛 跟着宇杰一起看新闻吧